感谢天师德 那么在我们正式上课以前 有一件事先提醒参班的前行 因为这两天吹南风 所以楼上楼下的地板都很潮湿 前行们走路一定要小心 要顾好自己的脚步 不要太急 免得我们讲有滑胶的意外 就会造成了伤害 那第二点 刚刚后学听到了我们朱姐在讲 我们还很年轻 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讲 岁月的流逝速度之快 就特别有感触 但是很不巧的 我在这一个礼拜之内 我送走了两位朋友 这两位朋友都大后学只有两岁 一位前行们不认识 一位是我们道场的前行 那就是过去曾经在道物中心住过的秀梅姐 她在昨天早上就已经离开 她的年纪也不过只有63岁而已 所以人的生命是相当的短促的 没有人说年纪大年纪小 就决定了谁走在前面 谁走在后面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这两位的朋友 他们都在有生之年的时候 曾经涉猎过佛法 所以临走的时候都相当的安详 也没有带给家属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这些都是来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 在佛堂里面不断的研究道理 其实它是要给我们灌输一个很深的观念 那就是透过圣人的道理 让我们了解人间的一个无常 上一次我们聚在这里来研究师尊谈道路 后学的记录是104年12月19日 到现在各位前显隔了三个多月了 你看时间过的就是如此的迅速 如同刚刚所说的 事先在上一堂课 我们在筹备新的一年 而现在我们这一年已经又去了 将近要四分之一了 所以人对于已经过去的时间 其实他不需要很多的感慨 但是如果想要让自己 没有那种感慨的产生 必须我们对于自己的生命 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个交代 换句话说 我没有白白蹉跎浪费我的生命 我在我可以支配的时间里面 我让我自己茁壮了 我让我内在的所谓的 一些的毅力更为充实 我有把握在未来生来到人间 在延续学习的路的时候 我有更扎实的一个基础 当我们回过头来 看自己过去所流逝的岁月 面对自己犯的错 我们要诚心忏悔 前生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除了要去迎向我们的未来 我们对于自己过去所犯的错 我们要细心一点一滴的把它找出来 然后不要忘记 去说出自己的歉意 因为唯有如此 才可以让我们在最后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我们走得够洒脱 这些都是我们学到的人 在有生之年 你应该要有的一个日常的功课 这不是灰色的思想 因为生是偶然 走是必然 我们什么时间来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回去的时间 或许有前后不一定 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走的 所以既然知道是必然的一个归途 如何让回去的这条路 能够非常的干净 那就必须眼前要能够活得很坦然 所以人生在世 不可能完全没有错的 对于我们的父母 对于我们其他的所谓的五人关系 对于我们日常的所谓的起心动念 我们都要用一颗很诚挚的心 往里面去回邦反照 然后在有生之年 在佛前献上我们由衷的忏悔 我们就等于把自己未来的这条路 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对于即将到来的那一刻 没有任何的恐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准备好了 所以这就是有能够看到结果 我们眼前才会善用自己的时间 而不会糊里糊涂 就这样子蹉跎浪费了光阴 我们已经进入到 世尊谈道路的第九章 谈到这个所谓的 世道两门的一个思想 其实在这个章节里面 它是最主要在引导我们 修行人要破除门户之箭 如果我们有了门户之箭 我们就不能够去进入到 圣人的意理的精华之处 因为有了分别性 那我们老师是在这个章节里面 提到了当时在所谓的 相当盛行的这个礼学 我们来看这个理学里面谈的内容是什么 也透过这个后面这段经文的阐述 他就让我们也有再一次的去叮咛自己 看看我们对于修行这条路 我们对于各教圣人的意理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甚至对于自己的修行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十足的把握 把握到有一天 当我那一刻到来的时候 我呈现在眼前的 确切实实是一片灿烂跟光明 而没有任何的灰色 我们老师讲 宋儒所谓礼学 礼学是圣门的心法 这个圣门的心法 就含了儒是道的一个心法 其实在宋朝最盛行的礼学里面 他谈的就是心法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看我们老师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会对礼学有一个不好的观念 因为前面有提到 礼学的人 他否定六道轮回 他只承认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 可是我们不去探讨 人家为什么否定六道轮回 为什么否定老子的虚无之说 我们就认定礼学是一个旁门左道 那我们就反而失去了让自己 有一个提升的机会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后面的经文 我们老师说 孟子末后心法失传 心法从我们 天上有一个间隔 你要知道心法的一个流传 它是渐进的 它不是刀切豆腐两面光 这边三月段那边四月一号就出来 它是有一个漫长的时间在酝酿的 就像由冬天进入到春天 当你看到绿叶都长出来的时候 春天已经过了 已经进入到夏天了 所以在时间上 它是有谋合的 展望而言之 中国的道统到了孟子以后 他就已经不再存在了 传到释迦牟尼佛那边 西域由释迦牟尼佛那边开始传承 在传承这个心法 所以各教的圣人 来到这个人世间 每一个圣人都在传心法的 只是过去是单传毒寿 到了一贯到应运的时候 它是普传 所以他们不为低 我们不为高 了解吗 我一直要跟各位前前灌输一个观念 不要轻视了五教圣人 你如果没有亲世的那种心态 你就能够真正的深入到 圣人在讲道的义里里面 那个所谓的初戏为玄庙的庙里 你才能体会出来 那个庙里谈的就是心法 那是言语道断 那不是可以用文字去什么 去理解的 那是要心领神会的 可是当我们有一个我剑在里面 我们就无法去弃入的 即便你是一贯道的弟子 这一个我剑也会障碍了 我们灵民的本性 里面所具足的智慧 让它不能起作用 没有智慧 如何能够深入到 圣人心法当中 这边透过我们老师所讲的 就证明了 释迦牟尼佛也在传心法 只是难能可贵的 过去没有大根器的人 你就不能得 而我们现在是只要有缘 佛门就大大开 每个人都能得到 这个叫先得而后修 过去没有累世的根基 佛是不度他的 我们光看一个大家设尊者 他是释迦牟尼佛 坐前的大弟子 也是伊波的一个承接人 释迦牟尼佛是一个豪门之后 他的财富不比国王少 他等父母走了以后 他就跟他的妻子 那个妻子也是有名无实的 双方奉父母之命结合 但是无异于世间的男女情爱 所以一个分开而居 瞒过父母这一关 等父母离开以后 大家设就跟他的妻子讲 我要出去找名师了 等我找到 我一定会过来接你 我们一起去出家修道 不再单恋这个人世间的花花世界 他的老婆就赞成了 他也是有根基的人 他们两个人是 累世结的这么殊胜的夫妻姻缘 在无量节以前就种下了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夫妻的感情 要去提升的 不要到后面还在男女的情爱去纠葛 我说你真正的关怀我们的配偶 你只有把这份俗情私情提升为道情 来生才会再度相遇 在修行的路上相辅相成的 如果只是男女私情 那很对不起 圆尽了 即便情未了也不会再续 所以化小爱为大爱 是我们学到人要懂得去拓展的信仰 一直到大家是到外面去访名师的时候 他走了多久啊 拔了千山万水 找不到他想要找的那个老师 释迦牟尼佛感应到了 在路上等大家设 所以严格来讲 大家设尊者的访名师 是释迦牟尼佛找上去的 他知道他的姻缘成熟 他就等在路边了 然后他看到大家设的时候 他跟大家设讲一句话 环语之间唯有我能做你的老师 由这句话看起来 大家设尊者是普通人吗 不是 是趁愿来的大菩萨 这没有一个人物是可以小觑的 虽然位列十大弟子当中 他的修行 他的所谓的成就 却未必输于台面上的 视线的大菩萨 那我们就来看 刚刚后学讲 为什么说宋门宋朝所流行的旅学 它是圣门的心法 我们就必须对旅学这个内容 有一点认识 前学们不要觉得好无聊 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跟各位前贤讲 我们这一生回去 在天界兜率净土 有一万零八百年的轻浮 那是避开人世间最混乱的一刻 等天地之间做了一个重整 恶人做的收杀 大环境做了巨幅改变之后 你我还要从兜率托天下来 继续这一生没有修行完的功课 那在天上那一万零八百年 是随着我们这一生 对于道理的了解的深浅 我们的修为的高低 来定我们内外院之别 内院的东西一里深 那同样它修为也高 如果我懂 但是我做不到 你也进不了内院的 然后在那边打下良好基础 我们再来人世间 开启另外一段修行的路 一直到弥勒菩萨 他在人世间应运的时间到了 我们又再一次的回去了 跟他再一次来人间 开龙华三会 这些话我为什么拖到今天才讲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观念 我去了不要再来 后来我发觉 研究这么多经典呢 应该让你们认清真相 你去了再来 也不是龙华三会那一刻 因为龙华三会 不会在黎外宁八百年之后就开启 还不会 佛奖的时间还不到 那你再来要凭什么 凭你的根器 什么根器 你阿赖耶士 储存了多少道理在里面 你要凭那个 那个东西如果没有空空的 荡然无存 再来它就危机四伏 为什么 随波浮沉 您才知道 这个义理要很深 那再来听的道理是什么 还是这个没有变化的 重新做一个包装 内容物是不变的 所以眼前为什么 我们对于某一些经典 会有熟悉的感觉 会有特别喜爱的感觉 那是因为过去身 你曾经涉猎过 他相遇故知了 所以道理要不断的听 班要不断的参 里面的东西 善法的种子越来越多 他就会确保我们 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来看理学的内容 理学是以儒家圣人 为最高标准 换句话说 他们是尊敬 孔圣 孔子跟孟子的 他们认为 人不要借助于宗教的信仰 他们肯定 人类现实的生活 还有人应该要有高的道德标准 来约束我们自己 那这前面一句话很好 对不对 也是我们现在 共同的一个体认 但是他有一个思维 是不太好的 他不相信轮回转世之说 他不相信有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 所以佛说的 跟老子讲的东西 他们不接受的 但是不接受只是不接受这些 那对于修心养性的东西 他还是全盘接受 于是我们就认为 那理学是邪教吗 那你要了解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利润 那是在于当时 学道的人 学佛的人走偏了 他学佛 他寄望在未来的世界 那种享乐 他眼前该做的事情 他不做了 五轮关系他罔顾了 每一个名分后面 所扮演的角色 应该承担的责任 他们不去旅行了 请问你 我们学佛可以学正了吗 我们不是说 做人做好了 才是开始学佛吗 当时学佛的人 普遍呈现出这么一个荒谬的思想 还有错误的行为 所以这一些人就否定 所谓的佛家的轮回 之说你们既旺于未来 你们就忽略了现在 而有一些学道家思想的人 就是虚无缥缈 也不误实 所以造成了这一群的有志之士 他们的自认为是标杆起义 否定了这样的一个看法 只要发扬孔子的思想 因为孔子的东西 是讲究在现实生活里面 如何去培养自己崇高的人格 所以人道境才会天道大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就像今天我们来求道 我们学道我们修道 有一些人是把这个道 当成寄托的 何谓寄托 时间到了 没来感觉很孤单 没聊 怪性就像我们每一天吃三餐 你未必餐餐都在那个时间里饿了 可是养成习惯了 一看12点了 要吃中餐了 对不对 这种习惯好不好 好 但是如果你只是让他习惯 你却没有在习惯当中 去充实你的内在 那这个习惯就没意思 那个叫寄托 寄托是没有基础的 那个楼房是扎在什么 流沙的上面 有一天你找到更好的一个寄托的时候 你就投怀送抱了就离开这个道场 我们学道是要求解脱的 要透过这一生的一个因缘济会 我们走上修行的路 然后借由三教圣人 在义里的一个讯息 我们改息性化顶性 彻底扬弃过去 那种错误的思维 我们整理出一个光明大道 然后按部就班的走过去 这个叫做求解脱 而你求解脱的前提 理不明 道难修的 于是我们仔细去思维 在我们的周遭里面 不是有很多类似的人 都在求寄托吗 求寄托他就要热闹 人不多 他觉得孤单 但他无聊 求解脱的人 没有孤单 没有无聊 没有寂寞这几个字 很容易衡量自己 你常常有孤单 寂寞的感觉 或许就告诉你 你还没有真正的 去弃入到 佛门所讲的解脱 真人假人何为一 何来孤单啊 你向来是形影不离的 你何来寂寞 二六时钟 在回味咀嚼 圣人的义里 哪有时间去寂寞 可是当我们脑袋空空 别无所有物的话 很对不起 一个人复闲在家 你就会寂寞 于是我们在我后面看 那为什么这些人 理学的人 会如此排斥 事跟道德 两家圣人讲的轮回之说 虚无之说 原因在于过去人 观念的错误吗 那后学刚刚也提到 今天我们作为 一贯道的弟子 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思维 你不知道我们今天 每一个修养的必备 它的原因在于哪里 我们也会盲从 这是我一个学佛的朋友 他传给我们的一个资讯 我有一个团体 是专门在研究 沟通这些佛学义理的 这些人 里面有一位 他就传了这么一个讯息 放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 他说啊 他鼓励大家要放声 我各位前 你看我前面讲 观念错误行为就会偏差 你不研究圣人的道理 你不明白亲口的意思 你不知道放声的意义在于哪里 你的观念就会偏差 他说 他的老师告诉他们 大家要去放声 放声不同的东西 会带来不同的改变 于是他说 放声雀鸟 雀鸟就是小鸟麻雀之类的 其实他里面还有指定一种鸟 叫做观音雀 他说放这种鸟 它飞得高 看得远 可以收集资讯 我学到的人 不用飞很高 不用看很远 三教圣人经典 摆在前面就看得清清楚楚 对不对 可以收集资讯 拓展人际关系 提升我们人气的财运 我们连去放声 都在在处处 考量自己私人的利益 你有没有违背放声的意思 放声是对于生命的一个尊重 天有好生之德 我们提取上天的好生之德 我们尊重一切有情众生 不论他用什么样的形体 存在这个地球上面 我们都要保护他生存的空间 我们不可以任意去剥夺 强取他的生命的存在权的 这是放声 怎么会为了谋一己的私利呢 那人际关系的不好 是因为你没有放过小鸟吗 那不是因为我们的脾气不好吗 我们习惯不好 我天天放小鸟出去 但是我处处跟人斤斤计较 我只能占便宜 我不肯吃亏 请问你 我的人际关系会好吗 不会 所以我们忽略了 所以然 只是盲从 它产生这么一个荒谬 那如果我们前行 你没有这个观念 你就把这个资讯传了 你认为是功德无量吗 第二个 放声青蛙跟蝉除 可以超度冤亲债主 减少你被骗 不会碰到金光挡辣 我一直不了解 这个青蛙蝉除 跟冤亲债主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一问 他们说 蝉除是地藏菩萨的化身 地藏菩萨是幽敏教主 那是管这些孤魂野鬼的 所以你放声蝉除有没有 孤魂野鬼就不敢来蝉身了 你们听得很好笑 那是因为你们脑袋里面有证件 但是在我那个网站里面 没有人去驳斥他的 第三个 放声蝉蝉 福寿罗拉 什么的蝉蝉 繁殖块 你生孩子生不出来 放声这个 就什么 子孙满堂 到底是要生孩子 还是要生蝉蝉 是不是 我们就是乱放生 造成我们现在南部很多种田的人 那个福寿罗是多的 我常常有机会去彰化 茂园 活堂餐班 早上起得很早 还没有什么 吃早餐 我到田边走一下 那个长出来的稻叶啊 上面都是粉红色的 福寿罗的残卵 你乱放生 你为了求自己家里面 子孙满堂 你破坏了人家农作物 很自私啊 第四个 放声蝉蝉 可以提升人的意志力 忍耐力 因为丘里都埋在土里面 而且 如果我们很好色 放声蝉蝉可以借色 这点我真的就搞不清楚了 但是既然 他的老师这样教他 一定讲得很详细了 那你们去想一想 蝉蝉跟你的忍耐力 有关系吗 是不是 第五个 放声蝉蝉 因为蝉蝉 是在清康藏高原的一种 所谓的交通的工具嘛 他蝉蝉蝉蝉在高原地区 那种地方是缺氧 他的身材高大 所以如果我们放声蝉蝉蝉 就会提升我们的体力 然后身体不怕冷 可以适应艰苦的环境 于是我现在就想到了 我们丁讲 是不知道放声的几只毛鸟 为什么 因为他不怕冷 他也蛮耐艰苦的 原来我们在座 怕冷的人 各位前嫌 记得 清康藏高原走一趟 买两头毛牛来放声 你前面放 请问你 你能放到平地吗 放到平地 他能活吗 那你这边放 你那边的人家不拿走吗 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 我思维了一天 我决定还是要说出我的感想 我就跟他们讲 假如你们愿意 一个月 是一天素 是两天素 我想不用放声 所有你们希望的东西 他都会渐渐来到我们身边 假如我们愿意 去改变我们自己 不好的一个观念 去修正我们的行为 我想 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财源 自然会滚滚而来 你不需要去放声 我就把他投上去 我想 我一定会得罪一个人的啦 但是 总是要唤醒 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 还好 回响还蛮热烈的 所以 这就告诉我们 我为什么po这个 我们没有正确的观念 我们在外面 随意的胡说八道 我们以为在宣扬 一个福音 可是我们讲的东西 不符合圣人的东西 就造成人家 对我们的误解 对不对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没有去怨这些理学家 他为什么要排斥 佛门讲的轮回之说 为什么否定老子的虚无 我是进一步想到 因为当时的人 在学到学佛的时候 学偏了 我现在在我的朋友里面 也有这样的一个人 学到后面 家里面事情都不做了 他去学佛跟我一样大 同样的年纪 他就专门吃灾念佛了 老人家也不管了 先生也不管了 如果你是出家人 我就无话可说 如果你保持在家身 这种作为就荒腔走板 所以我们不要一看到 人家讲的这样内容 我们就否定了 这个里面的内涵 我们去深入了解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我身为一个一贯道弟子 我有没有因为我的观念的错误 带来行为的偏差 也让别人误解了我一贯道 这么神圣的一个大道 所以我们读经 是在每一个经文 每一行字句里面 我们去省思我们自己 我们学习的机会 改变的几率 就大大的一个提升了 他不是完全否定 是根道 他吸收了道家 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理论 还有佛教心性修养之所 所以理学 所以前面我们老师才讲 理学其实就是圣门的一个心法 于是我们再往后去看 理学家认为 人之益于禽兽 在于人有一颗灵明之性 我们如果能够在有生之年 把这个灵明的本性发扬光大 我们立一个远大的志向 然后规划自己的一个生命的历程 去充实我们的内在 我们要做的是这个 为天地立心 为生命立命 为往胜记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为天地立心 我如何能够以一个凡夫肉体 来为天地立心 很简单 天心没有离开我们这一颗灵明之性 我们自己能够去化人心 开发我们的道心 你就在为天地立心 圣人来到人世间 留下了这么多的经典 无非是希望 一切有情众生 尤其是我们人类 其实也只有人类能做到 我们都能够在聆听 圣人的道理以后 我们能够洗心革命 革面 能够有一个光明的人生 人人都能够改息性化病性 世界上就没有纷纷扰扰 他自然就太平 所以这段经文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前面天地立心 你要修啊 我自己都没有修好我自己 我怎么能够把大道 透过我的身体语言 具体的把它展现于外 去感动别人 我如果没有后面的 这么大的一个愿力 以普度众生 弘扬大道为己知 我又如何去报答天恩施德 所以这四句话 其实就是内圣加万万 所以我们这样子看 理学家的他们的中心思想 实际上跟我们所想的是一样的 所以当我们听到别人 对我们的一个排斥 否定 我们也不需要很急欲的去辩解 听一听你的排斥的原因在哪里 你否定我的立场是在哪里 我们详细听完人家讲的 我们才有能力逐一的去破解 有的是我们阐述不清楚 有的是我们表现不如人家的预期 所以带给人家失望的感觉 所以不要急于去否定别人 听一听别人怎么说 这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的一个感想 他说四支船久矣 他置于佛门的这么一个道统的流传 其实看到他的源头已经很久 从皇帝的时候就已经有佛名了 所以早就在酝酿了 只是到了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有没有 才正式的有了所谓的一个道统的承接 传给大家设马 为中西方二十八代主的一个出主 所以绝后如来铲化于西方 这个如来是指佛 佛在西方去铲化 然后尊者流传于东正 这个尊者是指达摩尊者 中东方二十八代主 再把这个大道老水环巢 又回到我们中国 成为后东方十八代主的出主 从那个地方源源相受 就开始一代传承一代 而有了宗派分支 我们一贯到就是其中的一支 所以各位前贤 你就是佛门弟子 你的真主父他都是佛门中人 你怎么会不是呢 那说你是孔门中人 可不可以 可以 道统曾经在中国 说你是道家人 可不可以 可以 老子也曾经是道统的一环 不同的包装 里面的内涵 都在传圣人的心法 所以我们要互相礼敬 互相赞扬 肯定自己不要去亲见别人 只有这样的平等心 才会让我们在未来 来人世间学到 不论降生在任一个国度 在任一个时间 圣人用任何的一个形态的包装 来人世间接引众生的时候 我们不会排斥 因为你要的是精髓 你要的不是那个外壳 你就不会被外壳给什么 给误导 而会因为他讲的东西 是你阿赖耶事里面 过去曾经基存的圣人心法 你就有那种似曾相识 熟悉的感觉 然后进而就能够接受 这些佛菩萨的接引 所以曾经考察 唐国一禅师 其实我们在读师尊谈道路的时候 我们这些一贯道的弟子 也真的要好好地想一想 我们老师是如此的 饱读三教圣人的经典 那我们到底读了几本 这个也不看 那个也不读 这个也没言 那个也没必要 我们老师不涉猎三教经典 请问你他这些东西怎么来 无中生有吗 后学曾经高中念历史 这些我都读过 你没读这些书 完全不知道 唯一的差别 当时读书 我是为了考试 从来不知道 有一天 他也会应用在 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唐朝国一禅师 我们了解这个 这都是讲过程 前嫌就不要印记 记得这个过程 道卖的延续就好 这边是在谈 谈所谓三教圣人 殊途同归的 一贯道也一样啦 一本善万书 万书归一本的意思 用各个角度 我们老师把这些资料 提供给他这个发问的朋友 他说唐朝的大绝禅师 也就是国一禅师 将大道传于受癌禅师 受癌禅师是宋朝人 所以国一禅师是 唐末送出的人 传给他受癌传麻医 麻医我们虽然没有 对他了解多少 但是我们曾经听过一个 麻医相法 是不是 从这边来 然后善于相树 然后这个麻医就传于 陈西仪 陈西仪就是成团 陈西仪在传给 总放 总放传 穆休 穆休 以太极图传于 连席周子 周子就是周敦仪 理学就开始大声了 这是告诉你 他的师臣 一层一层往上去推 就像我们从我们天然师尊 乐会师母推到金公主师 然后再推到 所谓的后东方十八代 十八代主 一层一层往上去推 才知道 原来同是一家人 周敦仪问 黄龙南禅师 这个南禅师是宋朝的高僧 得到教外别传之子 教外别传就是心法 释迦牟尼佛说过嘛 我有正法掩藏 教外别传 对不对 他就是心法 所以周敦仪 他已经是得到心法的人 然后又因为 他透过黄龙禅师 所讲的东西 他不是很清楚 还不够透彻 他又问了东陵总禅师 东陵总禅师 他是过去 也是败在黄龙门下的 换句话说 他们是什么 是同门师兄弟了 彼此在切磋道学 就发明了太极图奥义 就是有了一个理学的一个精髓 他就自立一个学说 叫做太极图说 我不知道现在的高中 有没有这些记载 在后学的那个时代 读历史都要读这些的 我知道在我女儿那个时代 还有在后面 这个叫改 有没有改的 四个字 乱七八糟 不知所谓 八个字 真的是误了我们很多台湾的新兴学子的 那种所谓的聪明智慧 所以道学信里之说 三代以后由禅门授授 什么叫三代 夏商周三代 夏商周三代以后 这一个新法是由禅门 由佛门那边在承接下来的意思 所以由氏归乳 肿放 老水还朝 达摩祖师 乘着他老师的意思 把这个大道的新法 又再一次带回到中国 归乳了 中国那个时候 弘扬奴教嘛 对不对 肿放木修而后 由李廷之 少康杰 得周子 就是得到周敦乙的新法真传 传就越来越广 然后周敦乙传二臣 二臣是陈寅陈浩 是两兄弟 又四传到朱惠安 朱惠安就是朱西 再经过四代的一个传承到了朱西 所以各位前线 这四传是什么 周敦乙传这样子 经过阳石罗从燕里头 再传到朱西 那请问你 源头是不是一样 所以若要佛法心 唯有生战身 我们尊敬 每一个中门的修行者 他证他邪 是他的事 他的 他的圣人 传的东西 是证的 才是最重要的 那二臣 神尘以尘昊 他们讲 格物自知 这就是我们在研读大学的时候 最常读到的 主张于 什么 穷物尽礼 研究这个物的 这个礼 后来一直到 这个杨明 王阳明 王先生觉得 每一个东西 我都研究他的道理 他光研究一个竹子 他七天七夜不睡觉 看那个竹子有什么道理 结果什么也没看出来 他再回过头来 觉得自己这个方法 是不是错了 实际上 你就万物去寝思 请问你 万物何其之多 灵灵种种 但是有情无情 同归于大道 你抓到一个本体 有没有 那个用骗四海 他就无妨碍了 抓不到本体 就被用给牵着走 所以他说 你如果了解万物的时候 因缘合合而有 你就不足物 而能够 遇事 能够回光返照 返攻就是回光返照 所以这个 所谓的四传的过程 也提供给各位前贤 去约列了解 这些经文都不要强记 只是跟各位前贤讲 大家的来源是相同的 朱子射了门户墙壁之箭 这句话要注意 从周敦以一直往下传 传到朱熹 朱熹就射了一个 所谓的门户墙壁之箭 这个门户墙壁之箭 换算成现在的语言 叫做门户之箭 他就必谈佛 必谈道 那原因为什么 他明明在搜的时候 在搜授这些心法之传 里面有佛有道 那为什么后来他必谈 身会周成的禅学 身会就是必而不谈 周堆以二成的东西 他不讲 他说周子之学 莫知其师之所至 他周堆以的东西 我不知道他师臣来自何处 周堆以的太极途说 是弘扬残门心法 他必谈 又说周子之学 得志于天 他那个太 就是无师自通的了 就是避开了这一段 他说其实这是遮掩之词 他为什么要遮掩 因为在朱熹那个时代 很多人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 学理学 又掉入到那种科就了 你说他是三家的一个会者 然后又偏佛又偏道 又忽略了现实生活里面 应该遵守的本分了 所以他还是为了护卫儒家学说 所以佛跟道他就避而不谈 结果问题来了 他避而不谈 他不会毁谈 因为他心里有一把尺 可是他走了以后 他门下的弟子就开始大肆发挥了 发挥就开始了 批评了 这个情况就有点类似 五教圣人各自归天以后 交止了 他们在天上 咸游在一起 笑看人间的众生 打得你死我活 为什么 为了一拼高下 上面是平等 我们下面不平等 悲哀就是来自于我们有我之 我们有我之 我们喜欢自己高人一等 所以我学的东西也要高人一等 所以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的思维 就带动了圣人之学 他不能谱传了 他纵然朱熹有刻意要掩藏 周敦尹的残门之学 但是也有没有办法掩藏的地方 他就把他在太极图说里面 讲的很多话 来跟我们做印证 这些话都是我们现在 在道场常常讲的 我们用了如是道三教的 圣人的一个言论 但是我们忽略了 对如是道三教圣人的一个礼禁 东陵欲万律连西 跟连西讲 使言欲礼 终善为万事 莫复何为义礼 这就是义本善万书 万书归义本 又讲天命之信 人欲之思 天地万物 本无一体 天命之为信 这是中庸讲的 人有私心 然后我们天地万物的来处是一 后学刚刚提到 有情无情 都是大道创生的 我们读清静经 读义经 你就知道一个脉络 对不对 无极的仪器的一个运作 纯阳仪器 来回激荡 往下沉的称之为 阴 往上浮的称之为阳 阳为天 然后阴为地 有了天地以后 就开始有了万物的一个滋生 五行就开始产生了 所以来处都是一的 那这些都是朱熙自己讲的 但是引用的都是什么 都是周敦仪的话 于是我们再来看 什么叫人欲之思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感情的发放 是来自于私心的 所谓的私心就是 那是我们个人的一个小爱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很爱我们的子女 很爱我们的配偶 很爱我的某某人某某人 其实那一份爱 是不值得什么 不值得挂齿的 为什么 它是来自于你最爱的是自己 这些人跟你有关系 所以你才爱 如果你真正有那种大爱 你爱的不应该 仅仅是你的父母 你也能够以同理心 去看待其他的老人 以同理心看待其他 跟我们没有那种血缘关系的人 那就是刚刚讲 为生命立命的那种慈悲心 如果我们对于一些外面的人 或者对道场的人 我们的爱还有不能普及的地方 那个都是人欲之私的爱 那个没有什么 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 为什么 它不平等 平等是来自于 道心的一个特质 不平等就有 亲疏远近之别 甚至你有恩怨情仇之分得 所以我们要常常也去思维 我现在起的这个感觉 是落在人心的区块 还是道心的区块 于是才能够把那个爱 慢慢的 大爱给慢慢的开展出来 如果只是施爱都会前嫌 它多变 那种爱不叫做慈悲 慈悲一定要立足于平等 慈悲不会因为 个人的顺境逆境 或者别人的表现好坏 我们就对他失掉慈悲 这是最明显的 所以后学曾经讲过 好人你要帮 坏人你也要帮 因为你帮的是一个友情众生 你不能去考量他的好坏 他的好坏由他自己负责 我们对人也是 假如我们每一个学到的人 都能够有这样的平等慈悲 他到场是没有纷争的 他没有一层又一层的门槛 门户来隔绝我们 不会的 你的心量会无远佛界的 逐次的开展出来 所以今天喜欢 明天不喜欢 你就知道这是人心 这叫做人欲之思 今天你找我做这个工作 我很高兴来做 明天他找我做 我不高兴 因为心情不好 你前面做的都不是真心 都是忘心情的作用 因为跟着感觉走 跟着感觉走 它是人心的作用 人心是虚妄的 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他说周敦尹跟二臣写书 多本禅义 他们自己的书里面 也留下了很多 佛门的一些用语 他就举出来这些东西 你看我们老师 涉猎的东西 这广啊 各位前嫌 我们不要看别的 光这几本书 前嫌看过 听都没听过 是不是 义传序 我们知道是义经啊 细词传啊 说卦传啊 孔子曾经去注解过了 讲到体用义缘 显为无见 你们听到就好了 华言经 这句话 义经里面用的是出自华言经 华言经是专谈一帧法界的 研读的人也不多啊 我不敢说道场没人读 但是应该十个指头用不完 因为有时候看这么一本书 这么薄有没有 都觉得哎呦 怎么这么厚啊 最好有没有 一个封面就把经文里面的内容 全部表达出来 你去看华言多厚 文言文多厚 还没注解多厚 太极图说 周敦仪的学说 绝对没人看过 我很肯定 因为他是理学家才会研究的 无极之真妙和儿女 这个懂了吧 无极之真是体 世间所有的一切 都没有离开大道的一个用 那这个是在法界观 法界观是佛门里面的东西 经典 所以无极太极都是东灵口诀 所以我们有前嫌坚持 无极太极是用道家的 实际上错 佛门早就在用了 只是我们没有看佛经里面 我们不知道而已啊 所以诸子书柱也多引用佛语 虚灵不昧出大智慧论 所以你为什么要排斥某些经典呢 他是告诉你 这些字都从哪里出来的 不可限量出大吉经 能知觉所知觉 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任言经 这些都是佛经 真实无枉 有事理而后有事事 这个理就是有道 先有道才后面有用 事事必使用 在人天为天理 在地为地理 在事为事理 任何一用都没有离开 大道的这个本体 同吴之心证 则天地之心意证 这都是东灵口诈 周敦乙之话 东灵是指东灵禅师 老师是用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 朱熙虽然必谈禅门的心法 必谈佛学 但是在他的书里面 却引用了很多佛家的一些用语 而他之所以必谈 是为了要护卫儒家的一个道统而已 他并没有清见这个儒家的思想 没有清见佛道的思想 所以我们再读朱熙的那个极著大学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脉络 我们先来看 吴之心证 天地之心印证 我们一贯到的道 这个道之宗旨 最后面有一句话 叫做化人心为良善 记忆世界与大腿 这么一个远大的方向 这么一个重责大任 他真的是我们这么一个弱小的躯体 可以做到的吗 实际上是可以的 我们要改变整个世界 他的一个所谓的 世续的凌乱 或者大环境的一个恶劣 其实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所有外面的一些的准备工作 他都是什么 治标之法 他不能治本 譬如我们谈资源回收爱地球 他是治标 你要了解 为什么有这么多可用之物 被丢弃掉了 那是在于我们人 耗费浪费 不善用这个物 所以这一句吴之心证 天地之心印证 他就是我们在中庸讲的 治中和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他就是道德经里面 有一个章节讲到 天得一则清 地得一则灵 天地有道的时候 万物就能够在天地当中 共存 不受到任何的破坏 那天地本来是有道的 为什么后来会失序呢 因为这一句 人心证 天心就证 那反过来说 人心不证 天心就不证 这是佛门讲的 依暴随着正暴转 外在环境的好坏 是取决于万物之灵的人类 我们的心的好坏 我们没有力量改变别人 我们有力量来改变我们自己 一个人影响两个人 两个人就有四个人 用这种倍数效果去加成 这股善的力量就能挥发出去 但是前提自己要改变 否则我们就没有强大的影响力了 所以拯救整个地球 有没有机会 有 但是要从拯救人心开始 拯救人心开始 从我们饮食习惯的改变 从我们取法 顺人之道 老无老 人之老 幼无幼 人之幼 用一颗同理心 去对待周遭 所有的一切 不论我们认不认识的人 我们用这种心 去对应他们 就能够慢慢收到良好的成效 所以他不是口号 他确确实实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要从自己本身开始做起 又讲到了 朱熹谈到 千圣相传 昭然一物 非见闻思虑之所及 什么意思 这是历代圣人所传 你回头回光一反照 你当下明明白白 叫做昭然 你误了 你就知道 要开发我们的真心 是要离开我们的见闻觉知的 意思是离开你的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 不要让它起作用 眼见色要见性 耳听声要听性 什么意思 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大道的一个作用 缘起则有 缘灭则无 所以进来任他来 进去随他去 来去之间 如何让自己练就一生 如如不动的好功夫 那才是我们要学的 你在学的过程里面 意识心一定要去 所以无言耳鼻舌生意 不要把自己的意识心拿出来 有了意识心就有分别 有了分别就会不平等 他就背道而驰了 所以要练如如不动 他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永远不从自己的角度 去思维事情 这句话后学就跟各位前前分享 在前两天的时候 我来佛堂跟前前聊 后学一直鼓励 好像我们吃东西 我们要吃的越来什么 越简单 尤其厨房的五味师 有没有 不要煮的太过于 太过于所谓的 这个丰富 浪费那么多人力物力 可是前前就提到一个观念 他说道场有很多人 是只有一个人在吃素的 那如果来到佛堂 他可以有很多比较 所谓的丰富的食物 提供给大家去做一个选择 总是在家修嘛 补一补 他在家里面一个人 的那种不足的地方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真的有当下棒喝的感觉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只是一直很坚持的认为 修道的人本来就是要淡化自己的物欲的 可是这一位前嫌讲的话 就会让我感觉到他是很慈悲的 因为确确实的这种情况 我们在道场上是可以看到的 一个人在家怎么会烹饪的这么多的 有变化的食物 有的是不会 有的是会 他做不到 因为做出来 只有一个人吃 所以我从那一天这一句话里面 我就觉悟出来 很多地方离开主观意识 你会看得更清楚 于是我们在推行某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会更为合理化 更为人情化 所以在在处处 只要我们用心 别人的一句话 都可以粉碎 我们对于主观意识的一个坚持 而能够发挥我们同理心 所以你要煮的简单 我也认同 你要煮的很花俏 我也赞叹 为什么 因为我找到了 这些都是慈悲心 都是以本著于道心 所决定的一个行为 只要是从道心出来的 我们都要学习 我们都要喝彩 所以这是我们在讲 学道的过程里面 常常要离开自己的主观意识 我们才能够让自己有没有 昭然一物啊 很明白的认清楚 自己修行这条路 要如何才能够迈向他的核心 所以这堂课 跟前嫌就分享到这里 有不完全的地方 再请前嫌们给后学补充 感谢天然师德 谢谢各位前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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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